而在活动的现场更邀请大安区的新一名朋友展现创业的特色 不管是越南或是江苏的小吃都大获民众的好评 借此行销宣传新一名朋友的好手艺 缺早出述针在江苏籍徐高妹女士的教导之下 跟着揉面团包韭菜盒子亲自体验做出道地的江苏美味 许多新一名朋友创业大多以小吃店居多 像是这一对从越南来的姐弟就端出家传的越南榨春卷 内馅包着猪肉和芋头这做过程相当费工 口味也很独特 这口味就很难做 差别我怎么讲 做法很很很很花很多时间了 不是说腌一腌就包没有这样子 里面很简单有芋头跟猪肉而已 自己调味有胡椒啊加点糖啊 盐啊 这个腌腌再包包也很久 除了小吃之外 这位越南籍的阮春装来台已经有十几年 则是选择开指甲彩绘店 帮客人画上美美的越南国旗 把顾客的指甲装点得漂漂亮亮 就是他最大的成就感 那我们这个指甲彩绘有什么特色 听说还会彩绘越南的国旗 有啊 要看你喜欢了花样 还有是彩绘 你要你要你要做什么 我你该我学到 我就会做给你们 有很多问难 我们自己来 慢慢来慢慢来 一步一步啊 但是有客人他会好一点 他会给我们 你可以我们会就说我们同改啊 你可以啊 但是人样啊 一步一步就啊 有个味脸岛啊 脸岛这样起来就好了 新一名朋友在台湾安居乐业 不管是餐饮服务业 都拥有相当亮丽的成绩灯 透过大安区公所举办的香剑欢活动 也增加他们店面曝光的机会 借此行销宣传新一名朋友的好手艺 让大家在品尝道地一国美味的同时 也能够一解相愁 中家台北约你一如 采访不得